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姜文品 今天是7月10 现在我在谈谈有关原福建省委副书记 省长苏树林这个案件的一些情况 官方最近通报了有关苏树林的 对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官方用词句 第一次用胆大汪违这个词句 我觉得这个比较能够形象的表现 就是苏树林的性格特别 那么苏树林这个人 长期在石油系统里工作 他主要的后台 那就是周武康和曾庆红 所谓胆大汪违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什么 他手中掌握的权利 就财权大过一般的领统干部 主要和他这个石油系统 这个职业 这个部门就是非常有钱有关系 那么在上个世纪 我多次去过黑龙江省大庆采访 见到了很多石油系统的高官 中等干部也有一些 基层的干部那就更多 那么苏树林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回忆一下至少有两次见到苏树林 那么他本人给我的印象就是什么 这个人办事就比较爽快 在迎来送往方面 对客人非常慷慨 大手大脚的 当然他这花的钱都是公款 所以那时候来的客人他总要请吃饭 送礼品等等 这个当时据我当时一个印象 就这一天中午可能就有十几座 都是重要的客人 还不算那些不太重要的 所以整天忙于这些领统往来 所以苏树林这个人 他主要恢复公款 恢复的在当地就非常非常有名 那个时候大庆的官员 由于在他的带动下 就是那些初级干部 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汽车 自己的轿车 我记得有一个初级官员 曾经到我下榻的一个酒店来看过我 那么他开这个车 我送他的时候 看到开一辆黑色的奥迪亚 他当时告诉我那车 自己花钱 烧的汽油 我都是国家给一个加油卡 那随便加油都是免费的 所以说那个当地啊 那个腐败的情况非常普遍 像这样的小的便宜 吃吃饭 加加油 这个出去旅游公款 根本都不当回事 所以呢 我很相信 这个网络是现在有关 那个苏树林的一些 腐败的一些报道 不过呢 你可以看出 凡是腐败分子 落马的人都具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什么呢 官方指控他们那些 腐败的问题啊 比如请客送礼啊 行贵受贿啊 这些问题啊 都是真实的 不用怀疑 第二什么呢 战队错误 那么苏树林 他的倒台啊 被整肃 那么不完全是因为他腐败 还由于什么呢 他在战队方面 他属于周永康这个派系 也属于呢 这个曾庆红这个派系 那么他的苏树林 这个人 他这个盘这个大树 就盘了这个江泽民 曾庆红这些 这些高官 也是由于那个时代 中共官场的一些情况 所决定的 因为他盘服这个 这个大树 肯定找着靠山寺 他认为当时是 这个坚不可摧的 那当时 那个江泽民 曾庆红 那都是一言九鼎 这样一些人物 那么大清啊 又是国营企业 裁员滚轨 那么担任这样的企业 主要的领导人呢 很容易犯错误 也就是说 你不犯错误都不行 我记得那时候 我经常去大清啊 大清有一个 市民宣传部的一个 科技干部和我 来往没有密切 他当时给我讲一个故事 他说 这个昨天晚上 就是有 他们要提拔一个领导干部 有一个夏季的官员啊 为了拿到这个位置啊 去和自己的太太 商量了一夜 就是要送多少钱给上级 才能拿到这个位置 他们终于商量好了 战战兢兢 去把钱送出去 那么人家收了钱 领导收了钱 他们很高兴 他们觉得 是给我们面子 而且我们当这个官呐 终于有了希望 也就是说呢 当时啊 人们都把这个当官 当成一个生意 把它拿到手以后 再去 再去掠夺更多的钱财啊 就是这个 解决自己成本 首先解决成本的问题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再继续的啊 扩大经营 所以那位官员啊 我到现在还能 回忆起他的模样 声音 他当时告诉我 他说 共产党在战争年代 是把脑瓜子 别在裤腰带上 多去争取 现在共产党啊 就是拿到更大的权力 也是冒着沙头的威胁 他说一旦将来 给人请客送礼啊 这个尤其是行贿 这个事情 暴露以后 有可能判刑 有可能拿掉脑袋 但是不得不做 所以现在我回想 当时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有点觉得 讲得严重一些 那么现在回想啊 就根据苏树林这个事情啊 这个案件 我回想 这个的确是有道理 这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认为还是一个干部选拔 培养考察 这个啊 整治这样一个体制 出了问题 也就是制度性的数学 就造成了 那为什么会在大清这个系统啊 在这个石油气的系统 包括这个辽和油田这个系统啊 会出现那么多的贪官 最主要的我认为啊 就是因为这个 权力太大 官员的权力太大 所以担任的这个 大清这个石油管理局 党委书记这个职位啊 手里这一支笔 就可以调动 数以亿计的自己 那吃点饭 送点礼啊 这个花个上千万 根本不当回事 几百万根本不当回事 也就是说 他自己高兴下一个例 就可以给一个 某一个人 造就一个什么呢 造就一个巨额的财富 所以身边难免呢 就会出现很多这样漂亮的女人啊 她们挖空心思啊 那种拉拢啊 这个领导干 只要把她给制服了以后 再制服她的权力 通过她的权力 捞取很多很多这样的好处 那么此外啊 这个看这些 有关苏叔里的报道 很有意思啊 有个报道说呢 去抓捕她的时候啊 她很害怕 说是当时她这个 瘫倒在地啊 呆入目击啊 我想这个啊 都是一般读者啊 一种想象 实际上我心目当中啊 那个印象当中的 苏叔林这个人呢 她说好像胆子非常大 就是一个这个人 好像对什么事情 不太在乎 没有什么原则性啊 那么抓捕她的时候 可能不至于这样狼狈 即使不狼狈啊 即使你很冷静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 这个问题是极其严重的 如果说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啊 真正去制裁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要判死 但是以往我们可以看到啊 包括陈同海 以前判的人那些人的这个罪状 都很严重 如果按照刑法 完全可以判处死刑 但是没有都没有死 都是罪严重 不过是无期徒刑 为什么 这是因为刚才我讲到呢 都是一种制度性腐败造成 那么在查处她的时候 查处她的那伙人 也可能也是 也不一定是联系 也可能出于啊 派别斗人来整罪她 所以双方啊 都有巴黎 也留有面子 经过私下的交易啊 那么给你最后一个 这个 一个安慰吧 就是给你一个 找一个借口 说你是有立功表现 啊 积极的坚决 积极的检举 揭发他人 那么自己交代了没有 领导没有 官方没有发现的线索 那么呢 就是 从轻处理 就判一个 就无期徒刑 那么这也体现了 总共这种反腐啊 这种选择性 内斗这种特点 也充分的啊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更高的目标 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也就铲除 资深 资深啊 资深像这个 这种 贪官无力啊 包括这个 苏树林这样的 土壤 这个土壤就是什么 就是把 把这个权力 从官员手中拿出来 架写制度的监督 这样呢 才能够杜绝的腐败 那么关于苏树林 这个案件呢 今天我简单的 谈到这里